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明 近视于说 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 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曾经因为没有把握姻缘 让自己后悔莫及 然后大策大悟 全心做慈悸人 什么人呢 我们来看他过去的照片 这个就是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康阿田师兄将近四十年前 他三十二岁的时候 你看 开这么大台火车 他在做蚊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手香就烘烤了 大小的大都发动开 工夫是最好 不过脾气也太败了 他不要为了告婚姻的后生 中后生的手就打回去呢 在这一陣子喝酒是喝汤 人是没人 喝也是大家都害逃 就算后来他大床生了 蓝山肉 开了两次大堂啊 差点没命耶 他连后事都交代好了 他还是舍不得真正戒酒 继续喝下去 直到一件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把握心要改酒 并且专心导致 提早提香做祭套 是否知道今年七十一回 康阿田师兄如何制造福田 自得福原吗 带大家到基隆 来认识这位可爱菩萨的人生故事 这样牵着手 甜蜜地散步 虽然老夫老妻感情平淡如水 但却还是能在生活中 找到那一丝的浪漫 不过其实能走到这一步 却不是那么简单 1996年 康阿田因为大肠息肉开刀住院 医生甚至宣布他 只剩两星期的寿命可以活 这个打击 让康阿田的整个家庭陷入低潮 真的一样的事 我自己问天 我就说 为什么要这样 让我这么痛苦 我没没票 一样的事 刚才我们大人要娶婆的事 要重复严重的 但是我也没放弃了 就看到爸爸 人很不舒服 妈妈就参扶着他 然后很温柔 跟平常都不一样 就是担心他 因为知苦了苦 才能知足惜福 了解到生病的痛苦 康阿田现在时常会到医院做志工 不仅关心病患 也会向他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 现在就要重复 你说在海军病院开的嘛 他给你开吗 有啊 他没开啦 他幸运就是说 已经人这样 不可以开 开下去一定从冬顶就走 他吃你就是没吃 对 就吃不下去 能够像现在这样 站在别人的立场 为他人着想 康阿田说 都是进了慈祭之后 才做的改变 还没进慈祭前的他 脾气暴躁 心直口快 不仅对太太不客气 对孩子们 也是动口又动手的 打骂教育 他会一边看电视 然后开始骂脏话 然后 一样就开始打开下去 切的没问题 这个虽然说不要 但是这个我有点 不可以切正好 从爱看摔角 天天把酒当水喝的凶神恶煞 到现在声色柔和 家庭和谐的康阿田 事实上还要感谢一个人 但康阿田说 除了感谢 对他 更多的是无尽的忏悔 不断邀请康阿田进慈祭的媚婿 在2001年承担志工勤务时 心肌梗塞意外往生 在往生的前一天 他还邀请康阿田出来帮忙开车 但康阿田因工作繁忙婉拒 这件事之后 让他一生挂念 内疚而无法自已 我本来是想说 等我退休的时候 才来继续走这条路 后来 后来 在云南卡电的话 跟他们爸爸奔赏的 我也很幸福 有什么当初 我没有退休 今天如果我退休 可能 还是说他有个尊财 感念媚婿对自己的期待 康阿田依然从公司退休 全心全意走入慈祭 当一个全职志工 现在的他 要连自己 以及内序的份 更加倍地努力做下去 真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就 不要放水流 好地更心头 今天寿余菩萨来到现场 我们来还原这个 非常重要 也宝贵的故事 我们老当益壮 七十一回 康阿田师兄 甘文你来 甘文全球的观众 大家好 甘文 甘文 既然是你们家的水母 真的保佑生涯 以前喝酒 喝到脾气 生涯都不错 甘文你没有放弃他 不离不弃 以前他喝汤汗 你口感都不疼吗 不疼 不疼 对啊 你都没给他控制一下 没那么多控制 处理就是医甲醋油 对啊 回来也是同样 回来我老公不要喝太多 他都说你说消费 对啊 那就是这样 这医甲醋 食材就帮来 你若是厉害我老公 对对对 喝喝喝喝到一九九六年 民国八十五年 你在大床生肆肉了 刚才医甲说你存两个星期 受命 对啊 你还是执迷不悔了 那时候就没想到这么厉害了 没了解 所以说就是没想到这个 有了 后面就开始在减少了 有减少了 但是那时候没完全解 没完全解 要过一些朋友来 有的就好说 吸一口吸一口 好你也不知道 那时候大床開党的时候 听到那时候台湘别人 没办法自己控制 都没办法 他可以在那边上 一直放到房间去 都没听 但是我那时候 我就是想说 毕竟要救费嘛 我也曾经想过说 这负责还需要我们做的工作 还要证实 真的不可能这样就打败了 我就一直这样 一直自己这样想 是说不可能啦 我好像一想就是想这样而已 感恩他照顾 感恩他生酒 也感恩你的梅塞 今天是我们小妹来 对吧 当然您小妹 您不可以 这么早就怕一次资责了 您的先生王振雄师兄 还是早期的辞呈 对不对 您跟他后来 受政委员也很资深 四千零四十六号 你就知道说 要二十年的时间了 当然也希望说 我这个阿姨有机会 今天一次资责 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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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一句也不好意思啦 但是就在常常最关键的时刻 他又放弃啦 你第一次培训 听说要循庚 你感觉我第一次没办法 我就不要去啦 不敢去 免得自己爱喝酒 这个坏习性 又把慈器的形象破坏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等到他家师兄邀你参加 可以说是最后一次邀約你参加活动 对 那天听说是您小妹 是在志工勤务的场地昏倒 如睡觉般 对 因为师兄对哥哥的期望 真的是很大 尤其是他在那个洗热开刀 他都会邀約我 像在那个山 因为我那个嫂嫂 一个人照顾 孩子都要 孩子们都要上班 他下午都会邀約说 我们去照顾你哥哥 嫂嫂就可以回来 才有一个人偷 冷静偷偷离开嘛 偷手 对 所以师兄他真的一切都是 都顧別人啦 可以正确都照顧 不是一家人不敬一家门 那对言无言 那就变成英卿的关系 那更要成为法卿之敬 法卿之爱 一次两次说啊说啊说 最后还邀約你明天来参加活动 你还是婉拒的 对啊 我都不 所以说回他的身心 你的媒体 真的谢谢再联络 拜拜了 你才发现说 上万了 你跟他说的话 我没接受 要求我的 我没去做 所以我感觉 他说 真要愉悔 还真不敢 所以说 我还要用什么 只要我的工作 把它撕掉 来完成 他没有完成的工作 让我 可以说他的心愿 我来替他做这个工作 就是说我来跟公司 申请看看 公司去就说 你这个油粮加速不通 还老了 我说我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说我年费到这个地方 我是说 希望上面可以做我 OK 结果我跟公司 就会做我 谢谢你 对 所以在2002年的一月份 咱们的阿田师兄 正式离开了职场 全心投入志工 并且再一次的培训 终于受证辞成 他这次真的没漏气 等一下 你看下面这段影片 你会发觉 男子和大丈夫 他说到做到 不是一个人做一分 他是做生分 神祭 更多分 我们大家的台头家 环保菩萨 请看 清晨六点多 便看到一群志工忙碌的身影 为每月一次的大型环保日 展开序幕 是啦 我就是说这些穿上去 这些穿上去 这些穿上去 投入基隆地区的环保工作 超过20年的康阿田 即使年过70 顶着花白的头发 仍然散发着 年轻人的气力和热情 一九月来一半 今天是大环保日 我们慈祭日 没有啦 我们公众是要在这里 那是在外面 今天来这里做一九月来一半 过去康阿田在服役时 进入了陆军运输学校 学习开车 从此开启了他的问奖生涯 举防货车 客运车 运输车 连结车 他样样都会 开着环保车 在基隆的狭小巷弄间穿梭 一点都难不倒他 这楼很跌 对啊 这楼就像鱼车 你要说我 不好意思 这楼就像鱼车 鱼车的路也不好开 鱼车本来最买的路就是鱼车 台湾专性 路最买的 设业不相关的 还是鱼车 鱼车 退休之后 同样又开车 就是本来有啦 妈妈是说不开啦 你接着这个工作 你说不开 因为年轻人要上班啦 几乎我们这些老的 不做就不工作了 要收的那里还有吗 收的那里还有吗 那里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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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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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设计设计多了 所以说现在 旧来都叫冠西啦 而且年轻人都叫自己的 比较好叫啦 不然叫老闆啦 下来做环保的时间 走到这里 人们也不玩啦 他叫我什么呢 慈祭啦 慈祭啦 我才有什么要收 来来来 你来感觉啦 我们就知道 他有什么要收 未成佛前 先结好人缘 因为做环保 康阿田 成了街坊邻居眼中 慈祭的代表人物 康师兄是一个 非常静者的一个长者 他在做支援回收的时候 他都身先士足 甚至有一两次 他是自己身体都不舒服 做到一半 去看医生 他是一个梁柱的 去挑 他不只是开车 尤其是我们以前这个车子 不是这个样子 以前的车子是没有帆布 也没有帆布 他对这个绑绳子很厉害 出生在宜兰三星村的康阿田 因为父亲早逝 母亲又陷于病痛之苦 小小年纪的他 就得要放弃家 就得要放弃学业 打工来维持家计 也因此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对于志工们努力做环保 所换取的金钱 他可以说是 资猪必教 这些书兄 他就没拷勞 只要说价钱多少 我比较高 我比较高 我就是说 你跟基人一起来 吃到那 但是时间有点短 但是接收 差几百块 你这是 厕家 厕家粮 百三公斤 七公 六块六十块 这个 保土片 感念环保志工的辛劳 即使来回要将近 一个小时的车程 康阿田为了不辜负 大家的辛苦结晶 也要将这些回收物 卖到最好的价钱 每次这样的舟车劳顿后 他还不忘回到 常乐国小检查是否都收拾干净 才离开 这样走在最前 做到最后的毅力 是对于环保 从一而终的细心坚持 也是他令人敢配的地方 真的看到 阿田师兄 跟我们这么多基人地区的 宣布菩萨 用心来 疼秀地区 扶持大爱台 我真的代表所有的 当然给你感恩 真的感恩 特别是 我邀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认真看我们乡兄弟的面 他的脆皮 面的脆漆 上星期 做宣布的时候 油炭 連来 看到他的面 脆漆 回去 他呢 你也跟我们不少摸摸 认真继续做下去 跟我们做 是不是 这次你们心里有价格了 但是我希望他说 更认真做 身体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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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落的病例 所以说 他有时候 如果工作做下去 他会很认真 很打拼 做得不知道人 是 我們大家看到他 面识一面的时候 就請他 那快坐一下 就把他摸摸摸摸摸 摸摸摸 摸摸 這次摸摸摸摸 所有人都知道 不能让他做過頭 到時候 沒電 好幾次喔 拜託 坐下手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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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照顧一下 你跳了 比較緊張 做的 沒機會了 一年會這麼多 問題路又很長 你不要一口氣做完 你看到就是說 這個工作沒做到完 就補到膽子了 相信你這麼多年做傳播 應該是看到感動的事情 包含我們剛才看到 什麼國口 長樂國小 說話可以好定嗎 好定 今天這個環保宅 我最感恩就是好定 這個好定是怎麼感動 他就是說 我們兄姊姊 我們年紀在去 對 基隆競事堂 現在在去 當然在去 那個地方 人家說夢無三千 我只要五六千 你五六千喔 對啊 人家這裡不可以 那裡不可以 那裡不可以 校長看到說 哇 感動就說 出去 車鏈出來 六十要洗 校長說 這個工作 這樣要怎麼做 是要怎麼做 他就跟黃師傑說 沒有 後禮拜 後禮拜 來去長樂國小 我們兩個就去看那個長樂 去看那個長樂 去看那個長樂 我看說 這麼好洗 不會吹風 不會拍日 喔 這個我們 國口怎麼會 讓我這樣 這個心肝都開去 所以說明明中 我們說 做善事 浮衰未至 是禍於遠離 對 我們剛才說 你有那個心臟半膜 脫落的情形 你若不是說 那時候 你回到花蓮 做醫療寄工 你若是在外面 花天 集體 或在外面 這條 靠那條名 就不可以了 對吧 你是去病院 這是我們人發言說 你怪怪喔 趕緊一磅 一磅 一磅 核磅 公正救救了之後 趕緊心臟權威 黃志宏 府院長把你鑑定一下 啊 不然他說你怎麼樣 他說中方就是我 現在哪有可能做環保 就是說 我 要比較方便 現在 像您說 要做來燉 對 我是做來燉的 燉過期的 過期的 攀影的習慣 這個身體 今天休息多了 所以說 我要加倍 要加倍做 兩人做半天 我就要做一天 所以說 我就要發表 要認真 這位剛才也說 希望你可以 照顧身體 要斟斟 好不好 會啦 可能他說 說不定 我說可能 不夠 但是 孩子派出代表 今天這位兩位 孫子 孫子 是誰喔 要來真情喊話 我們來聽聽看喔 我非常認同他去做這些事情 也非常的欽佩他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自己不覺得我做得來 但是他做到了 他做到了我 認為別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他常常都跟我說 媽媽很辛苦啊 要照顧這個家 其實並不容易 他都知道 可是因為他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他不在家 那我是女兒 所以就是要多跟媽媽在一起 他很希望有一天 如果他要離開這個世上的話 他希望他就是可以到 就是做做志工 然後做到這樣子倒下 然後就離開 這是他最想要的 那如果這是他想要的 那我就會真的真心祝福他 明天先來無常先到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阿田師兄 現在每分每秒都把握當下 因為他知道這最重要 好生真正以你為榮 以前可能要喝酒生態不好 但是這次 爸爸已經變成一個好爸爸了 來 其實我們都知道嗎 生命的運轉手 大小台車都會開 這次如果是要開車 做大船師 他還要開大白牛車 要接引更多人來上慈濟這個法船 所以說你這次做有與良師 會怕他走 我們就盡量做 盡量說你的參與 讓大家聽 如果真的一口氣不來的時候 跟大家報告 師兄也準備要寫大體捐贈書 他要當一位無與良師 希望那天還早 你現在要好好珍惜身體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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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